讲完说续场会今天如果还不给蛋的流向就要开罚了 三个步骤开罚 那陈其中说因为公文有时间差了 而且说农业部背了很多黑锅了 那因为超市跟台农都在高雄 陈其脉说希望检方介入调查蛋的流向 本来蛋的流向是要中央给嘛 那陈其脉说检察官你来查好了 那另外呢农业部之前不是说有涂腊吗 涂腊以后才可以放120天吗 那昨天改口说没有涂腊 这很奇怪 那没有涂腊是什么意思 他说用喷的 不知道搞什么鬼 他说没有涂腊喷了矿物油 那到底怎么回事 那没有涂腊 但是呢全程是冷链运输 没涂腊冷链 那所以呢 因为他原来讲是为什么放得久 因为涂了腊以后那个气孔就把它塞住了 那就封住气孔 所以细菌就不能从气孔跑进去 那现在又不是了 而且呢冷链 它也不是全程冷链 这边 这个在蛋商这边就可能中断冷链 然后呢 在这个席选配送的时候 又可能变成 放到架子上变成常温贩售 超市是有冷气的 一般的那种 铐马店卖蛋的 它有冷链吗 有冰箱吗不可能嘛 那你如果送到那个早餐店饮食店 它放多久你也不知道 那去厂会说他在七个县市 有存了5795万颗进口蛋 今天开始机场 看到底到什么地方 这个蛋去哪里了 那另外呢 这个农业部 说有5170万颗蛋要销毁 一共13个冷链 这个储存 刚刚讲七个 那现在说13个 七个是要稽查 13个说很多都不行了 那怪当然是怪你们 怎么怪农业部 能够到责任 没有责任 怪老省 郭正 你每天多吃两个蛋 两千三百万 五千一百颗蛋算什么的 一天就吃完了 你们都不吃 你们什么意思 他们就说很倒霉 没有碰到营养午餐 反正都是你们的错 那另外呢 这个新北查获一个工厂呢 把那个蛋混在一起 两万公斤 最终把他两亿也蛮惨的 那他买了三个国家的进口蛋 那大家混在一起 有土耳其蛋 有巴西蛋 有美国蛋 你混在一起 我真的不知道 他从哪里来的 你怎么知道 那个蛋液呢 那另外呢 这个彰化有三百 二十八万颗进口蛋 九成也过期了 所以卫生局我们把它封条封起来 免得说过期才把它打成蛋液 那中央说我们已经给进口蛋的流向了 新北说 你哪有给我们什么流向 你是给我们代工厂的检要资料 哪有告诉我们蛋去哪里 没有告诉我们去哪里 那现在立委要临冲前 礼拜五备选了 因为他是最先的农委会主委 宜蘭现场现在可能说他在后面搞这个蛋 那另外呢 这个 这个林金杰他去送花给陈其中是讽刺他了 所以他说超私立旦 素有专攻 大吉为众 惠我良多 说呢 必众就轻 然后呢 公债党国 所以呢 肆无忌惮 那反正大家现在用旦呢 现在可以这个 做很多的成语 来孝这个农业部 然后呢 《中国时报社论》也是说 不顾时安 假辞职 没有辞成 就假辞嘛 但是呢 还在内斗 刚谈到陈其众主 部长嘛 很会作秀 另外一个人叫吴秀梅署长 大家还记得在这个相关疫苗的这个程序里面 他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一推二百五 那这次这个事情很简单 就是说什么时候开始启动 农业部跟卫福部开始说要联合集查 就是这么几天而已 那表示先前完全这两个部会 对这件事情来讲 他们完全认为是农业部 跟我食药署无关 跟我这个叫做相关的这个进口蛋的程序无关 他认为这件事情是你农业部 进口的时候就要处理好的 处理好什么呢 现在发现什么都没有 包括什么这样的做冷链系统 就要符合规定 怎么样的席选之后的这个上架时间 叫做保存期限 完全没有 可是现在吴秀梅竟然讲说 法治都很完整的 不需要修法 只要重新再去辅导就好 请问现在要辅导什么 所以我想刚刚谈到一个很清楚的事情 现在怎么认定那五千多万颗叫做过期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难道是从传期四个月前吗 当然不是 是连进来之后都超过那个九十天 或者是一百二十天 这件事情的安全期 没有人说得准 表示他上传的这个五月份 这个这个开始这个可能就是海运启动之后 到现在进到台湾的时间是如果说是八月 那九十天或者是一百二十天一算好像没过期 才被抓包出来的 所以表示现在并没有一个认定什么叫进口弹的安全的这个保存期限 那这难道不是食药署的事吗 难道是农业部的事吗 我是觉得这两个部会实在是有够夸张 第二个刚刚讲到说 这个他该不该辞职 不管是不是派系的问题 我认为他已经做了七年半了 他今天不是刚上来的农业部长 他是从农业这个农委会主委一路做到现在 所以显然他对于很多 包括过去在这个租温的时候 可能这个相关的这个叫做租券社的改建就撒钱 然后租温的时候就说租社要撒钱要改 结果一改二改之后 现在发现没有弹的情况之下 是用进口弹来处理 而不是用你真的这个租社改建之后 你的这个禽流感可以下降 你的产量可以起来 没有他就用了一个最廉价的方式 就现在被挑剔之后 倒过来讲他的政策是对的 他们的政策方向解决了当时缺淡这件事情 那是一个最廉价的方式叫做进口 那什么都可以进口 那以后这还需要你做辅导吗 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 今天执政党很清楚 第一个资料不给在野党之外 只先对执政党的立院党团做报告 报告的过程里面闭门之外 接着就开始看到他们各个委员 出来帮陈吉仲做各种这个还夹 甚至也就是说不应该现在辞职 然后二十礼拜五这个专案 报告完之后会给大家答案 结果答案是什么 连蒋万事长都讲了 公本在哪里 连这件事都没有答案 你觉得二十二号会有什么 真的全盘拖出吗 所以我觉得关键还是一开始 因为超市的五十万资本额 这件事情被大家联想成跟当时高端的高登 小吃点一模一样扯出来之后 他才必须要赶快止血 陈吉仲才被当作要止血的对象 只是不晓得为什么 我们苏贞昌前院长大声一吼 不准下台之后又回到原点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关关相互 甚至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里面 就是要留一个这个小英男孩 那个辞掉对蔡总统 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没有面子的事情 去年他们就把陈吉仲 把那个陈时中当保了 今年他把陈吉仲当保 所以也很好 就继续保下去吧 只是对农民不好 对我们的消费者不好 但是因为物国物民 一个政务官一个部长是影响多大 他每年预算多少钱 对影响多大 他的政策影响非常大的 所以一定要用好的人 用不好的人对大家都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伤害 但是民进党既然把他当宝贝 那就继续用好了 看看明年选举的结果怎么样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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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就已经没关系 但如果有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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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